好 当我们安装好了电池盒以后 就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上电测试了 首先大家找到我们这个发货清单里面这两颗蓝色的电池 我们这个营销方式呢 也是说电池会随着我们小车套装送给大家 不需要再额外购买电池了 另外我们还有一颗黑色的一个充电器 在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电池之前呢 大家最好是先充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电 当然如果说半个小时以内 我这个充电器的指示灯亮了 说明我电充满了的话 也是可以提前拿下来使用的 并不是说我发货的时候这个电池没有电 这样做呢也是为了保险起见 因为我们锂电池最害怕什么 最害怕过放电现象 什么是过放电现象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电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随着电量越来越低 我们电池的电压也越来越低 当我的电压低于了它的紧介值 灵介值的时候 这个电池就相当于过放电了 这样的电池的话 再充电就充不进去电了 它相当于已经报废了 所以说我们大家平时使用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多充电 注意保养电池 平时长时间不使用小车的时候 要记得把我们这个电池给拔下 那么有些朋友会非常担心这个过放电现象 说什么时候我该充电呢 智能小车使用的过程当中 如何判断它会不会过放电呢 这里我也要告诉大家 请大家放心 因为我们小车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当我们的车子几乎是走不动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电池仍然还有三伏左右的电压 是达不到过放电的电压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再让它继续 放电下去了 我们必须把它取出来充电了 如何判断呢 就是说当我们小车走不动的时候 就可以拿下来充电了 如果说我们的小车走不动了 你还放放在那里 不管它 这个时候我们的电池很有可能就会进入过放电状态了 大家注意这个 这是一个习惯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电池 这两颗电池呢 是采用了国产电芯的 这个也是国产电芯里面比较好的两颗电池了 使用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持久 那么如果说这两颗电池满足不了大家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店铺里面选购进口电芯的电池 我们店铺里面有一款是我们掌柜专门推荐给大家的 非常耐用的一款电池 大家如果说这两颗标配的电池还觉得不够用 我们想额外增加两块电池的话 建议大家到我们的店铺里面选购一款进口电芯的电池 这两个电池呢 发货的时候已经是含有一定电量的了 我可以直接给它装上 这个装上的时候 大家注意 这个有凸起这一面的 有一个圆形的小圆 凸起的这一面是正极 平的这一面是负极 我们的负极就朝着我们这个弹簧片的方向 正极我们就朝着平的这一端 这个应该一般的朋友都是知道的 这里我还是说了一下 因为我们担心有一些不太清楚的朋友 这个平的这一面 负极朝着我们的弹簧 我们把它装上 好 装上以后呢 我看到背面有一个红灯亮了 其实这个是我刚刚在安装的过程中 不小心压到了这个开关 那么开关在关闭状态下的话 这个电源指示灯是不亮的 当我们看到电源指示灯亮了的话 说明我们这个上电 这个这个底板就已经上电了 那么我们在底板的上方 这里有一二三四四个绿灯 这四个绿灯 靠两边的这两个是对应的我们 这两这两头的一个红外发送和接收装置 是对应的这两个 那么中间这两个呢 对应的是底板的红外发送接收装置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镜头上面微弱的看到 这两个灯 大家看到我我手指的这两个方向 这两个灯是发出了紫色的光 这个就是我们的红外线 它已经进入了一个工作的状态 上电的时候 它就已经会进入工作状态了 这个不是由我们五一单面机 或者说其他芯片来控制的 它就是由我们底板上面的 专门的一个电路来控制的 这个灯已经是发光了 这个红外线呢 它的它的这个波长范围呢 是在可见光之外的 所以我们人眼直接看它是看不到的 只有在我们这个摄像头下 它才可以看到我们它是发光的 我们翻到背面也看到了 背面这两个也是我们的红外的一个发送接收装置 它也发光了 这说明我们这个底板就已经在运作过程当中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自己用肉眼来看一看这两个地方 看看能不能看到它发光 一般是肯定看不到的 只有在我们的镜头下才能看到 这就是我们一个上电测试 以及我们的这个电池日常使用和保养的一个说明 好就到这里 好 谢谢